目前忧郁症都是透过医生临床访谈 由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观察患者的症状后做出诊断 慕尼黑精神病学研究所正在研究 透过瞳孔变化来诊断忧郁症 受册者会接到一个简单的任务 提示他们可以赢取小额金钱 同时用高分辨率的摄影机追踪他们的瞳孔变化 而这就是诊断的重要指标之一 尤其是如果我们看来症状后 他们有益击性 当成立抗训升职员 我们常常在健康试团员 我们看来症状况 完全能赢取小颜色 能赢得这么快能 sağ好 而有些病患者 我们看来症状况 他们看来症状况 不会那么弱 未来这种新方法或许可以普及用于诊断忧郁症 根据统计2021年德国有7.6%的人口患有忧郁症 新唐人亚太电视书和综合报道